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晓鑫脸书PO出照片 快筛国家队征用的厂商罗氏 外壳后面贴上经销商牛耳生计的贴纸 爆料生计公司和前民进党立委蔡黄狼有关系 这间牛耳呢 它的代表人就是这个蔡朝正 那蔡朝正是蔡黄狼的哥哥 长期都跟罗氏有很密切的这个合作关系 记得盒子上面就很明确的写着经销商是牛耳 这个难道就要完全无关吗 在我看来就是此地无银三百里 徐晓鑫质疑罗氏药厂的台湾经销商负责人蔡朝正 是民进党前立委蔡黄狼的哥哥 但这样的说法遭到蔡朝正反驳 表示快筛国家队征用的直接对口是 罗氏台湾分公司和经销商无关 更说自己在罗氏工作31年具有专业背景 这样的指控非常不公平 这是比较大比说 直接透过这边的总代理 跟他们总公司来签约的 贩售给台湾民众的那 就只有罗氏跟亚培两款比较贵的 那就是因为指挥中心只选择这两款 莱茵指控经济部四号晚间也发文澄清 某位议员指引政府征用的快筛图立特定代理商 并不是事实 罗氏和亚培是全球最知名的检验试剂品牌 考量班机时效 航运成本交易金额 以及金融保证等因素 绝非经销商所能承担 因此直接征用罗氏快筛作为实名制 汉尼尔公司完全无关请国人帮忙澄清 事实上指挥中心也的确出来证实说 这就是假消息 也希望国民党要骂的时候 一定要详细求证 日云反击明明征用是明治的对口 是原厂国民党攻击的确实经销商 不但对防毒疫情没有帮助 甚至还造成民众混淆 三连新闻 许倩 魏文轩 SNG小组 台北报道